今天晚上北京在它的这个晚上的高峰时间也就是五点多钟到七点多钟的时候 由于外事活动的交通管制导致整个北京东部的交通呢 几乎陷入到了完全瘫痪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境地 用史诗般的拥堵都没法去形容它了 长安街延长线然后机场路进京方向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等等等等 我相信很多人回家的路都要延迟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更长的时间 抱怨的声音也不会少 其实可能很多人会去想 外事活动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交通管制安排在这样一个晚高峰的交通本来就很难的时期呢 但是我想外交五小事人们应该可以理解 毕竟是在北京首都这样的事呢恐怕也少不了 但是真的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 比如说我们查相关的这个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上 发现针对这样的交通管制没有任何的这种提示 那好了这样的一个绝望的让人这个感受的这种拥堵 也提醒我们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尽可能的不在这种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时候 在各个城市进行这种交通管制 假如像外事活动和重要的政务活动不得不交通管制的时候 可不可以有关部门通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 比如说微信 然后这个短信 然后电视机上的字幕 还有其他的互联网等等一些方式 提前几个小时告知公众 我们哪几块要进行交通管制 出于安保的原因 你只要说是交通管制就好了 这样的话让大家选择去做公共交通 更配合你进行很好的这种交通管制 外交五小事 老百姓的生活呢也不是小事 我想只要心里头有这种以人为本的服务精神 就一定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最好的协调的空间 您觉得呢